就是你的定位完全不准 就是你觉得PT这东西可能就看看技巧 就搞个在家国内考什么张式的 看个技巧对不对 备备模板就考出来 大家好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什么人考不出PT 其实我一直不想讲这么negative 这么负能量的东西你知道吗 但是就有些人问我 就是我脑底PT考几分 我考的出来考不出来 我个人觉得你只要 无论你英文什么基础 就算是零基础 你PT要考到50分 都是很有希望的 我上礼拜有个学生 一个人叫他哥哥吧 35岁 从来没有念过大学 46G从来没有考出来过 对吧 在我这读了两个月时间 有没有考到50分 差一分考到49 但是已经足够他拿这个签证 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了 他来了以后 他再努力考到50分 我就没有问题 人家可从来没有出过国 然后15年也没怎么讲英语 通过两个月时间考多50分 在想什么样的学识 肯定考不到50分的 就65和79可能有点难 OK 我在想是这么种学生 考不到的 就是你对自己定位完全不准 就是你觉得PT这东西 可能就看看技巧 就搞得比较像 国内考什么张式的 看个技巧 对不对 背背模板就考出来了 这是考不出来的 就是不想要背单词 好像不用背单词的 好像不需要每天花时间进去的 中学是考不出来的 无论你什么基础 你只要上过学 初中高中毕业都OK 初中毕业也OK 你就是有机会考到50分 50分相当亚瑟6分 那亚瑟6分是不可能的 这太难了 但是PT50分绝对有希望 但是你如果定位定错了 你就考不出来 什么叫定位定错了 就是你 你对自己的 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你知道吗 就好像这个东西 我只要稍微对吧 稍微搞搞 看看三个礼拜 吧就考出来了 这种学生绝对考不出来的 好吧 就自己不愿意花时间在上面 也自己也不愿意去 花功夫在上面 期待于什么 一个技巧 是考不出来的 好吧 所以考不出来的原因 只有两个字 定位出问题 只要你定位出问题 你永远考不出PT 只要你定位定好 知道你干什么 按照我方法去做 50分 没有人考不出来的 小学朋友 喜欢你的影片 跟我祝大家 拜拜